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这个星期天 川普结束了自己作为总统的首次国际访问 美国和国际舆论对川普总统的首次外交量项目褒贬不一 媒体报道说 川普回到华盛顿之后 立刻在其推特账户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 称赞自己中东和欧洲的九天之行 是美国取得的巨大的成功 虽然艰难 但效果很好 川普还表达了对美国主流媒体的不满 称关于对白宫政治风波的报道是媒体编造出的假新闻 川普总统上任百日以来 其外交路线是否步入正轨 川普的首次外交料项有哪些亮点和败笔 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来谈谈这些问题 今天戴博是通过视频连线 在马里兰参加节目 你好 戴博 你好 先说一说这一次川普总统的首次外交亮相 他的中东之行在你看来有什么亮点 或者说如果你不同意有什么亮点 有什么败笔 像你说的一样 其实特朗普的支持者都觉得他这次到欧洲到中东去是十分成功 反对他的觉得他一点两点都没有 特朗普自己人的白宫会说 因为他这次在夏特 其实比较支持这个夏特的一些新领导人 所以他就是鼓励了伊朗 特朗普的很多鼓问 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这些人是比较敌视伊朗的 所以觉得靠近夏特是一件好事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其实美国的最重要的那个中东地区的这些敌人应该是伊斯兰国 可是特朗普不应该在苏尼派和事业派选边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些会有各的看法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不知道是亮点还是是进步 可是在竞选当中特朗普经常说 北大西洋那个条约组织那个北约已经国师了 没用了 可是这次在欧洲就是开会的时候 好像特朗普就是改变了一个主意 说美国跟太平洋这些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一种进步的 现在总的来讲我们要持一个拭目以待的态度 特朗普说他这个星期会在华盛顿决定 美国是否要参加那个巴黎的全球遍难那个协议 如果美国就是离开的时候的话 那个不支持的话 这个肯定不只会影响他在美国国内的那个名声 也会影响他在欧洲的形象 戴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今天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报道 就是说国务卿蒂勒森是打破了美国国务院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的一个或者叫常规也好 或者叫惯例也好 就是每年大约这个时候 就是伊斯兰穆斯林的这个摘月的时候呢 美国国务院通常是要举办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 但是今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没有办任何的这样的摘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你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那个特朗普这个行政部门 还没有就是搞清楚在公共关系方面 他们到底要向美国向那个中东地区传递什么信号 特朗普这次在中东地区跟五十个那个伊斯兰教那个国家 美国跟伊斯兰教的关系讲的还不错 其实他的政策听起来跟奥巴马的也差不多 是比较吻合的 特朗普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敌人也不是伊斯兰教 也不是这个中东地区的普通老百姓 只不过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的一些组织 可是这次那个蒂勒森的这个决定 我们不要小提打做 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可是给了很多美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一个印象 是他不那么重视美国的国务卿 不那么重视跟伊斯兰国的比较好的互相尊重的关系 我还想问你一下 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 一向也是国际社会就是批评的 或者说质疑的也比较多 那这一次川普总统在以色列访问期间 在这个枯墙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画面上看到 戴着犹太人的这样的小帽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仪式 那么也有一些人认为 就是是不是川普总统这一次 在以色列的这个这样的活动 这么的高调是不是有一点过了 你是怎么看的 任何一个美国总统 就是非常地来环合 这个伊斯兰国跟他的那个邻国 尤其是那个巴勒斯汀搞好关系的 这是个错综复杂的 也是那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老问题 所以如果特朗普第一次去 有点着于这方面的外交 我们也不要奇怪 也不要太责怪他的 突出的话 他有时候是自己脚糊头吃的 他刚到以色列 他就说我是从中东地区过来的 好像他不知道那个以色列 是中东地区的一部分 他也在没有必要的条件之下 很突然间在那个Netanyahu的面前说 我跟俄罗斯的这个国务卿 他的外交部部长在那个白宫的时候 揭露那个秘密 我根本没有提起伊斯兰这个名字 给了人一个有点尴尬 就是很难以了解的一个印象 所以关键问题是特朗普他这次在中东地区 在欧洲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而不是美国人怎么看待 他这次首次出国的一些经验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川普总统 参加的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峰会 我们都知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就说这个北约啊 就是是过时了 那么就是说他这一次 在这个参加这个七国峰会的时候 再见到他许多就是美国的欧洲盟友 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外交互动 在你看来川普总统这一次和 和这些美国的盟国 这些领导人之间的这个互动 是不是比如说缓和了 或者改善了美国和盟国的 欧洲盟国的关系 好伤害没有 特朗普随策去欧洲之前 欧洲有很多文号 欧洲的领导人和老百姓 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么一个美国的领导 而且就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少 所以他这次去 虽然他是参加了那个北约的 有关仪式 可是他还没有说清楚 北约的第五章 就是互相保护 集体防御的这个条款 是不是继续成效 这个文号现在也非常大 他是否真正的重视这些关系 还有天球变暖 那个巴黎那个合约 他要不要那个旅行 或者他想推出去 也不清楚 我觉得最让人担忧的信号 就是他刚离开欧洲的第二天 德国的那个Merkel说了 现在欧洲再也不能依赖美国 美国再也不是一个可靠的一个伙伴 这个看起来 虽然那个昨天 Merkel就是以另外一个语调 说跨大西洋的关系 还是很重要 可是有德国的一个领导人 这样子说 美国领导人给他留下的印象 这个是没有审理可选 是非常奇怪 所以我觉得这次特朗普去 没有留下特别好的影响 这个一定是他第一次去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再来说一说美中关系 就是在华盛顿这边 我接触到一些学者 有一些学者认为 川普总统的上任以后 处理的美中关系 就是说他的对华政策 可以说是他上任以来 做外交工作的一个亮点 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他的对华政策 对欧洲 对中东的这个地区的政策 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不知道还早知道 刚才一百什么二十天左右 他是给中国同时 传递不同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他最近就是允许一些 美国的减权 就是离那个美极交易很近 进行一次的那个自由航行 自由的 那个自由航行行动 的这么一个使命 就是说他还要 像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主权 所谓的主权 他要提出一个挑战 同时的话 他说他可以依赖中国 给他解决这个朝鲜半岛 这个无核化的一个问题 这个有一部分美国人觉得是环和了他对中国的一些态度 还有别的人觉得他是过分的依赖这个习近平 他把中美关系的这个交易 用一个商人的一个交易为重要的一个手段 是把整个中美关系 包括朝鲜 经济方面 贸易 投资 还有人权 有南海 都赫尔为一 就是说 只要那个习近平 在北朝鲜帮忙 美国 在别的方面的问题 都不要给中国惹事 很多华盛顿的学者 对这个也有看法 所以最后 他的那个对话政策是什么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 说到美中关系 不能不提这个台湾问题 那么川普总统就是在当选之后 就是因为和蔡 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一次电话 那么就是北京方面呢 是非常的不高兴 那么后来呢 川普总统似乎很快的就调整了 和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你看来 在日后的这个美中关系当中 台湾问题还会是一个问题吗 所以在讲 我觉得特朗普的大方向是好的 原来问题不是他跟蔡英文通电话 这个作为美国总统 这是他的权利 更大的问题是他原来说 他可以把一个中国政策当充满用 可以放弃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相当于跟中国要断交似的 所以现在才意识到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进步 可是这个可靠还是不可靠 他很快的改变主意 我觉得中方中南海 虽然他们到现在 他们怎么管理怎么处理 跟特朗普的白宫的一些关系 可是他们也知道 这个反复整理一些政策 给他们带来很多不可确定性的因素 所以他们肯定也是比较不安 一句话来回答一下 你认为川普总统的外交路线 是否已经步入正轨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恢复正常 他人都没有 他没有选择他的人 他应该有的顾问 副部长 助理副部长等等 不说通过那个餐历院 提名人都没有提名 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任何那个太平地区 东北亚或者中国的转家 一个都没有 好的 好 非常感谢沃尔逊中心基辛格 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通过视频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一